声音清楚的话 那我再试一下这个音量你看行不行 我再换一个方式 这个音量可以吗 清不清楚 好 没问题 那就这么着 我再看一下那个左右课件一下 没什么问题 课件也可以了 那就这么着了 三分钟就行了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们就开始晚上的这节课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重塑安全感第五节课 如何通过沟通方式的改变来掌控安全感 我是王以蕊 今天我们的课程目标是帮助大家理解 具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怎么样在生活中通过具体的 一言一行的变化来强化自己的安全感 真正的达到知情合一 变成一个有安全感的人 要实现这个目标呢 我们会讲到八个内容 七个内容吧 首先是人际交往 在这个行为对于安全感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安全和坚定的肢体语言 当我们被别人表扬时 很多有不安全感的人会知道 觉得不知所措 应该怎么样去应对 当面对别人的批评或者说 必须要给别人批评性意见的时候 怎么样克服这方面的不安全感 如何拒绝他人 像他人说不 那么又如何应该提出合理的请求 在这里我们会介绍一个具体的DESO的方法 然后最后呢 我会回答在工作人员提前收集的一些问题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别的问题 也会在最后的问题时间里可以向我提出 我们一起来讨论 首先简单的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王一瑞 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心理学博士 也是澳大利亚注册领床心理学家 同时我也是美国心理学协会和澳洲心理学协会的正式成员 我呢是在高中以后就是在澳洲接受的大学教育 然后在毕业以后在澳洲的这个私立医院 公立医院 NGO 大学等等 都工作了几年 然后最近这三年是在纽约大学的上海校区工作 不过这个简历需要更新一下 因为截止到我那个这个月为止 从12月份开始 我就是私人职业 离开了这个纽约大学的这个工作 好的 咱们先翻到这一页哈 那么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安全感 为什么在这里我非常强调知行合一 因为在大家之前的课里边 在这一个系列 之前的四节课里边 大家已经学到了理论 所以安全感是什么 安全感是怎么形成的 安全感出了问题 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 在之前的一节课里边 大家还学到了怎么从思考的角度 从思维的角度 来改变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是从认知的角度去解决安全感方面的问题 那么我这节课主要讲的是行为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 那么怎么样通过行为的变化 来促进 认知的变化 最终达到重塑安全感的目标 安全感我可以把它 非常粗略的 从两个角度来考虑 怎么样才叫有安全感 一就是说 觉得有安全的感受 所以从心理上 从情绪上来说 我们觉得是安全的 这是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外显的 在他人看来 你是具有安全感的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先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事例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曼德拉 这个纳尔逊曼德拉 曼德拉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物 他呢在极端的情况下 为了正义 为了这个种族平等 在南非冒着生命危险啊 抗议这个种族隔离制度 追求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 他呢当时大家都知道 被这个小 我记得中学课本里都学过 他被那个叛了二十多年的监禁 之前呢 头十八年里边 曼德拉呢 是被关在一个叫罗宾岛的地方 这个监狱啊 条件极端恶劣 在那个 在他的自传书里边 一本叫做 慢慢自传 这个监狱的可怕生活情况 比如说他提到 一天到晚在那个猛烈的阳光下 老作 从早到晚要采集 还有粉碎盐 经常被打 挨饿 还身心上的这个摧残很多 然后一年一年 他生活在这样地狱般的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会 会崩溃 对吧 但是曼德拉他没有崩溃 他还甚至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他仍然在监狱当中啊 在这个十八年被监禁当中 仍然是为了正义和自由 平等而努力 所以尽管几乎是不可能 他还最终还被释放了 成为南非的这个第一个黑人总统 那么曼德拉被释放以后 他成为总统 后来有人就问他了 有一个叫斯格坦尔的记者问他 他说你当时害怕不害怕 你在监狱里边这么恶劣条件 你怕不怕 那大部分人可能说 那这伟人肯定是不害怕的 对吧 但是曼德拉是说 我当然是害怕的 这一点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吃惊 说这么伟大一个人物 他也会觉得害怕吗 曼德拉其实确实是害怕 他解释说 他是想成为 他需要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对吧 因为这个为了自由而奋斗 不可能说一两个人的事情 所以他有义务 也觉得自己必须要激励 和他并肩作战的这个预友 还有其他的这个战友们 所以他必须得学会 怎么样隐藏自己的恐惧感 他跟自己说 虽然说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感受啊 他是仍然是觉得害怕的 但是呢 他能够非常好的控制好 自己的面部表情 自己的姿态 走路啊 说话的方式 并且 他可以成功的让周围的人 觉得他是无所畏惧的 这非常大的程度上 鼓舞了在罗宾岛监狱中的 其他的犯人 当他们看到曼德拉 腰杆鼻腾的 走过监狱的这个放松的庭院的时候 他就觉得精神上 受到了非常大的鼓舞 那有一个人甚至这样说 他说看一眼曼德拉 足够支撑他们好几天 那么这里请大家思考一下 也可以在这个公共区域回答一下 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 曼德拉自信的 自信满满的走过这个监狱的情愿的时候 他这是一种自信的感受 还是一种自信的行为 大家可以回答 在我看来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自信的行为 对 大家都回答得很明确 他说得很清楚 他是很害怕的 他没有觉得好像很镇静 很平静 或者很确认将来是安全的 他其实就是不安全的环境 对不对 监狱里还能更不安全吗 但是他可以明确的向他人展示自己坚定的行动 行为 哪怕他是很害怕的心理 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可以腰杆逼挺 走过这个庭院 给大家带来信心和鼓舞 那么这就到我的第二个问题 曼德拉其实并没有真正消除自己的恐惧和担忧 以及不安全等等这一系列负面情况 对不对 这种负面情绪并没有被消除掉 是不是 他告诉别人他也很怕 对吧 但是 我想问大家 是不是可以在没有消除掉这一系列负面情绪的时候 仍然表现的自信而坚定 那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剧透了啊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我觉得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真正的含义 所以我这里这节课要大家教的就是这位朋友说的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然后我会教大家怎么样从行为上分解具有安全感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然后逐渐的去变成这样的生活 这个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经历 刚刚咱们说了一个伟人的故事 再说一个咱普通人的故事 我上博士一年级的时候呢 面对就是大家都是实习生哈 在学校的实习诊所里边 面对来访者 很多人其实是很就是博士之前很少有见过来访者的经历 除非那种从硕士升级为博士学位的那些人啊 大部分像我这样的人 只有过简单的这个电话咨询的经历 大家都非常害怕 害怕面对这个来访者的时候 我觉得不知所措 觉得自己还得让来访者付钱 总感觉自己像个骗子似的对吧 啥也不会 所以普遍来说 我们学生都觉得非常简直 紧张 觉得自己是懵事的 然后老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这样一个建议 然后我觉得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临床心理学系的这个校训啊 每一年 每一批新生 都会得到这么一句话 作为激励 但是每一届的学生 基本上都能完成 这个 问我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我觉得这必然是真的 我的亲身经历也是如此 所以这句话 这个比较首页的为止 希望大家如果只记得 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中的一句话 那么就记得这一句话 那么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解 哎呦 走过了啊 不好意思 接下来呢 就会给大家分解一下 怎么样从方方面面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来表现的有安全感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 最有安全感的人 他的肢体预言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 我分成两两栏 一栏就是说 充满这个不安的 这个肢体预言 另外一栏是写的是 具有坚定感 就是安全感的 这种表现的肢体预言 那么从体态 动作距离 女人之间的距离等等 都表现了 那么比如说 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人 他可能会表现的是 狠胸驼位 把自己缩的小小的 还有的人 大家好像都说 是有段序序 不知道是不是 我这边网络有点问题 是不是大家普遍都这样 网络不太好使 那可能是 大家都是刷这个问题 现在还是这样吗 也有人说流畅 复线路好一点 那我们再接着 实在不行 我们再想个 将请工作人员 再帮忙解决一下 那继续 那个充满不安全感的 肢体语言 和充满不安全感的 肢体语言 他就两个对比一下 体态上来说 比如说充满不安的人 他更加倾向于 恒星驼背 把自己缩一边 身体往一侧转 换句话说 就是他说话的时候 可能不是面对着你 而是可能 尽哪怕是头对着你 但是他这个肩膀 是朝着另一边 倾转的 大家在生活中 可以观察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行为 然后动作的话 这个从动作的角度上来说 手是不是握成拳 还是说放松的 流畅的这种动作 距离的话 不安全感的人 更加容易离别人远一点 站的距离远近 这一方面也是一个 心理距离的体现 那么接下来 还有这个眼神 这个我们当时 很强调这个eye contact 日常生活中 很强调这个eye contact 觉得这个不能看着别人 就觉得很别扭的话 但实际上 并不是说eye contact 好的人就是说 他一直盯了别人 他有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 是正视对方 但是有的时候 也会水平 把自己的视线离开 面部表情 放松 肢体语言 对吧 很多 不是说所有 很多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就很害怕 别人碰到他 就是他这种肢体接触 就是一种比较 畏缩的态度 讲话呢 音量也偏低 如果说话的时候 就实际上带怀怨的口气 尤其是在自我辩护的时候 尽管他的音量偏低 但是他这个口吻啊 确实 他不确定 他口吻其实还带点责怪的这种 穿衣服打扮什么的 出于不安全的人 他可能更觉得 千万不要引人注意 如果听到这个 你们注意到我的时候 会让我觉得更加紧张 所以这个外在表现 也会很不一样 又卡了 这个网络可能是真不太好 我也不确定是 是我这边 还是大家这边不好啊 那如果是我这边 只能非常给大家报告 我也试一下 这个右下角的线路 在哪里 右下角的线路在哪里 TTP 这是哪里 有人能告诉我一下吗 这个TCP是哪 要是麦克风 麦克风重音应该不至于啊 我也不知道在哪 一定是我那卡 那等我先不知道 那个TCP的线路在哪 我就先继续这么说着了啊 现在是我没在说话啊 现在不是卡 那个回到这个知情语言这页 给大家这个列表啊 大家回头是可以继续看的 对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给 按照自己的声音 这个实际情况啊 给评个分 就是按照这个体态动作 距离等等 每一条给自己标一个分子 每一般来说 你的体态是怎么样 是寒棕驼背的呢 还是身体打开 身体正直肩膀打开的 每一个人啊 都给自己标注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 那么你给自己计算一下 在这八栏当中 有几项你的这个标准是符合充满安全感的知情语言 有几项是不安全的这种知情语言 这样给自己一个大概的这个了解 然后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想 这位有个朋友是说 他全部都不符合安全感 那么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很多项都不符合这个坚定有力的这种知情语言 那么你选其中一项 作为你的改变的目标 如果咱们八项都有问题 试图把八项同时改变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不对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 一项作为目标 比如说你这体态不太好 那么能不能咱有就是经常是寒凶驼背 咱能不能就就一条来一言 有意识的 平时啊 只要自己想得起来的时候 就把肩膀打开 时不时 比如说在你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 比如说是吧 假设你经常对着电脑办公 在上面贴一个变签条 提醒自己说 我要把这个打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对这位朋友理解的非常正确 就是只从一条切入 等到你完成了这个阶段性目标 比如说我的体态已经变得比较开放了 已经是属于肩膀打开 身体正直大部分时候 我都能做到了 那咱们再开始试图做第二条 但是第一条往往都是最难的 起步才是最难的 能解决了这一条一条以后 你会发现其他的改变啊 一是你更加有精度 该怎么改 二就是你可能更加有自信 改起来啊 更加的有技巧性 有效率 所以这是给大家布置的这个 家庭任务 如果可以的话 请尝试改变一条 哪怕就是说 你说我如果这个这几天 我体态挺好 然后我可能保持了两个月 然后两个月以后 我又退回老样子了 那怎么办呢 也不要紧 为什么 你至少有了两个月 有这个经验 知道了这个坚定的 充满安全感的这个肢体语言 长什么样 回头如果我们过一段时间忘记了 再走回自己 要再想再接下去 继续改变的话 可能也比那个从来都没改过的要好 进入下一页 如果没什么特别的问题 肢体接触感觉有困难 是吧 我看看这个肢体接触 是为什么有困难呢 是觉得 大家可以帮我回答一下 这几位说肢体接触 觉得有困难的朋友 你能解释一下 肢体接触为啥有困难呢 是觉得人家碰了 不习惯呢 还是什么原因 等大家回完了这个以后 下一页 缺乏安全感的人 我们这个话题讲的是 很多时候 人家明明是表扬他 但他也觉得非常难接受 那出于什么心理会觉得这么难接受呢 明明是表扬 按说是个好事情不是吗 他有的心理想法是说 害怕自己 变得显得好像是骄傲自大 不谦虚 也有人觉得就是我要是接受人家表扬了 那我不是请假请了吗 回头这个减请我还不起 还有人是在想你这个人是不是背后 你表扬我是不是抱着什么不合适的 不仅说不正当吧 但是什么其他的目标和动机在里边 还有一种心态呢 这种心态可能比较隐性 不太容易发现啊 就是达到一种正面和负面评价的平衡 他呢 如果别人表扬他 他要把他削弱 降低他这个强度 然后就用自我贬低的方式来降低这个强度 然后我再去赞扬别人 这样我和别人之间就等于正面评价 负面评价 我就平均了 我就不欠任何人人情了 会有这么样的感受 看看大家回答说 之前有人 我都倒退一点点啊 现在暂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打断一下这个课程的进程啊 有的朋友是说 知己觉識会觉得很恶心 有的是觉得有侵入感 侵略感 有的觉得是不信任不自然 如果他觉得这一条是出于文化也好 除以比如说甚至有的人觉得这是个人卫生的问题 觉得人家 这个我们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说这里面的每一条 刚刚我们回到这条 并不是说这一页当中的每一条 你都必须按照这个坚定安全的这个方式来表达 选自己合适的就好 每个人 这个东西没有说一个绝对正确 绝对错误的 那就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的是 他八条都是属于这个传感的这个肢体语言 那是不是说他八条都必须完完全全的改掉 然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可能这个你就觉得 这好像一是没必要 二一个这还是我真正的我嘛 感觉这个好像跟我差的太远 所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选其中一条适合你的 你觉得对你有最大帮助的 或者说你觉得你最大有可能改变的肢体语言 去进行改变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回答了大家的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就继续 这个低安全感的人 当别人表扬他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一种简单的表扬方式 这些回应方式就是彻底忽略 比如人家说 你这个工作做特别好 然后别人可能他就回答说 我午饭去哪里吃啊 你看说你表扬你工作做的好 和午饭去哪里压根巴大尬 但是他就是用这种完全转移话题的方式 去忽略 就假装自己没听到你的表扬 第二个回应方式 就是完全不承认 反着跟你说 你穿这衣服可真漂亮 他说猜不是呢 愁死了 跟你说不是什么回事 完全相反 争辩 你这个活动最近组织的相当不错 哪里哪里 这个参与的人比具体少多了 直接的筹集的资金也不够等等 就是说自己怎么怎么不好 反过 自我嘲笑 自己贬低自己 你这个成绩真的是考的不错 像我这样的笨蛋能考这个成绩 那确实真心不错了 这样 或者说反问 甚至是挑战对方 别人说 唱歌唱的真好听 那你肯定是耳朵有病 是吧 挑战别人 还有一种 这个回应方式说 把别人就是表扬大幅度缩水 你 特别漂亮 他来一个 是别人送我基金 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 其实就是因为这条新的衣 大幅度的缩水 还有就是反过来表扬别人的 人说你今天晚上课讲特好 你不是不行不行 你才次次讲的都精彩 这样所以 所以如果大家表扬我讲的好的话 我一定会按照我接下来的方式来回答 就是真心的接受你们的表扬 刚刚有朋友说我这个声音挺好的 我觉得特别高兴 因为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 所以我真诚的感谢这位朋友 那回到这一 低安全感的这个回应方式 再请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反思 结合你自己的生活 你在生活中 这么些反应方式中 有哪些是你比较常犯的错误 抓住这一条以后 咱们再反响一下 比如说我老是人家表扬 我老是可以忽略 这位朋友说他经常是忽略 那应该怎么办 我刚刚已经说了 面对别人的表扬 我们的目标是 尽可能真诚的接受 当别人真诚的表扬你的时候 那咱们真诚的接受 这样觉得是非常而然的 当有的人才会觉得 我其实是特别想 接受别人的赞扬 但是我真心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请大家去思考一下 不知别人的赞扬 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当别人回想一下 最后一次别人赞扬你的时候 是什么情境 在那个情境下 当时你有哪些情绪感受 在那一刻 你在脑海中浮现了哪些想法 当别人给予你表扬的时候 当时那一刻 你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 咱们之所以问你们 这一系列的问题 是帮助大家回应一下 在被很没有办法 接受别人表扬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不是某一些情绪 阻碍了你去接受别人的表扬 刚才有个朋友 他提到了尴尬 是吧 或者脑海里有什么想法 阻碍了你 可能是觉得人家 是不是别有想法 是吧 真心实意的 所以这一系列 我们需要就是 确认 有可能人家真的 真的不是真心实意的赞扬你 所以那个时候 咱也不用真诚的接受 因为那不是真诚的表扬 对吧 当别人真诚的表扬你的时候 那哪些想法 哪些情绪感受 哪些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是阻碍了你 再想一下 当别人拒绝 你拒绝别人的表扬 人家表扬你 你说你声音真好听 你说你耳朵肯定有病 人家会是什么样一种情绪感受 当别人拒绝你真心的赞扬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反应 大家以己推人 不是说绝对带入 但这是从别人的角度 稍微推想一下 别人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 对 大家有一条 有一个朋友说的就是 人家再也不会夸我了 对吧 再一次的请定下 我们再反思一下 如果我们确实是觉得 自己在这方面有个 是一个弱点 那应该怎么改变 我们可以在脑海里面 假想一个同样的情境 再遇到这样的情境 我应该去怎么回应他 有好几个朋友说到 我怎么知道这是真诚的表扬 还是在跟我客气呢 有的时候你知道 有的时候你真心就没法知道 对吧 或者这个人客气表现得特别真诚 但实际上他就是 转脸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会觉得 我接受了他的表扬 那我不是特别傻气 是吧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会不会 由于这个担忧导致了你 所有的表扬 你都不接受 那是不是也是 就是这个 我们要倒洗澡水 把宝宝也一块给倒掉了 这种感受 是吧 所以我们会尽可能去分辨 是不是真诚 还是不真诚的表扬 但是不能 就是有的人的表扬 是不真诚的 所以所有表扬 我不去接受 喂 大家现在能听到我吗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如果能 听到 这个网络好一点 我换了一个 网络调整了一下 希望效果好一点 咱们刚刚说到哪 情绪反应已经说过了 作为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每一个人在辩逼 批评后 其实都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对吧 谁都不喜欢听负面意见 那作为一个不安全感的人来说 听负面意见 那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件事情 非常可以理解这种感受 那么可以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 实用一些的建议 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啊 不得不接受别人的负面意见的时候 咱们可能会觉得紧张 会觉得恐惧不愉快 使你想反击都很正常 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先放松下来 因为人在紧张的时候 很难会有一个正常的反应 对吧 本来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的时候 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放松 比如说有的人说自己 通过复视呼吸的方法会有效 有的人可能听音乐会有效 所以琢磨清楚 哪些东西对于你来说是有效的 然后这个放松方法 你记着 平时都是 然后大家遇到这个批评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复视呼吸话 或者说用这个音乐啊等等 来帮助自己调节情绪 如果我们刚刚 大家在说啥呢 我看 面对大家说那个表扬 表扬其实是已经讲完了 那个我给大家有的同学 没看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络卡了 不好意思 这边你看我已经说过这一节了 这一节也说过了 然后这边我也说到过 跟大家讲 仪式就是分辨出阻碍自己情绪感受的 有哪些 sorry 阻碍自己接受表扬的情绪感受 有哪些 阻碍自己接受真诚的表扬 脑海里会是哪些的想法阻碍了你 比如说是 我想分辨一下 到底是哪些是真诚实义的 有哪些是虚心假意的 或者假客气的那种 这边也都说过了 可能有些这个卡的这个地方 大家没听见 是不是 明白了 有的朋友 之前回应到给我了 就是说 网络没有通报 再讲一下这些 分辨清楚 是哪些情绪感受 以及哪些想法 阻碍了我们去接受表扬以后 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 去解决那些问题 对吧 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下 如果 别人真心实意的表扬你 然后 你直接就说 人家说 你这个声音非常好听 你说你耳朵 你肯定是有毛病 怎么能会觉得我声音好听呢 所以 当这样做的时候 你如果对方 你什么样的感受 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真诚的表扬 应该怎么应对 这个我其实刚才解释过了 但估计是由于那个网络猜卡 所以大家没有听到 当时我是这样说的 就是真诚还是不真诚的表扬 这个人文的生活中千千万万的情境 没有办法在简单的这个课堂问答中 给大家有一个真经火眼的 这个一下子就辨别出来 所有的事是非非 但是有一条希望大家考虑的就是 尽管有些人对你的赞扬 他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 是假客气的 但是 大部分人的赞扬 应该还是真诚的吧 那假设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因为别人不真诚 有些因为少部分人 是不真心实意的 而去拒绝 所有人的赞扬 这是不是一种 倒洗脚水 把宝宝也一块倒掉这种行为 所以我是觉得咱们尽可能去分辨 但是当分辨不出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假设别人是善意的 因为最大的后果是什么 假设你接受了一个不真诚的 虚伪的赞扬 最大的后果是什么 可能我们害怕的就是说 别人是不是在偷偷背后笑我傻呀 别人会不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糊弄呀 对吧 可能我们最担心的是这一类 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那如果真的别人 他本来就不是真心实意的 那这个人可能对于你来说 也不应该那么重要 他如果真的嘲笑你的话 怎么样能伤害到你呢 对吧 我们别人对我们的这个嘲讽 他并不是直接的伤害到我们 还是不伤害到我们 他们对我们的嘲讽 是通过我们自己起作用的 如果你自己觉得一笑了之 因为总有人在背后是嘲讽你的 对吧 总有人是当面一套 背缺一套的 对不对 这种事情永远都会有的 走到哪里都不可能避免 那么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对不对 接受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就非常好 咱们接受最坏的 好坏果 结果哪怕就是假意 那也就一并收了呗 对吧 顶多就被人家嘲讽几句 背后需要啥几句呗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吧 分辨就分辨 分辨不了 那咱就接了呗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你下一回 再遇到别人的表扬 你希望自己去怎样回应他人 这一段咱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面对批评时的不安全感 也不用多说 因为这感受每个人都有 不管你有没有安全感 被批评的时候 都不是很爽的体验 对吧 那么这边刚刚跟大家讲到 就是如果觉得被批评的时候 心很激动 很紧张 那么需要做的就是 想办法先放松下来 甭管是复视呼吸法也好 还是说看一段 这个听一段音频 听一段音乐 任何方法都可以 只要是适用于你的方法 咱就用一下 让自己这个放松下来 然后再去回应 因为当我们紧张的时候 当我们焦虑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不是真实的自己 对吧 我们表现的可能会别人 完全不一样 这个朋友说的是 什么是复视呼吸法 复视呼吸法就是说 这个不是胸是呼吸法 就是胸一起一伏 你自己观察一下自己 呼吸的时候是不是胸起起伏伏 还是说肚皮那块 就是像丹田那块 丹田比较悬 那个肚脐下边那块 一直在起起伏伏 这个你就知道是复视的 还是胸式的 一般来说 胸式的呼吸法 会让大家更容易觉得紧张 而复视呼吸法呢 总体来说 会让人相对觉得比较平静一下 因为人在正常情况下 除非他是在运动啊 或者什么特殊的情况啊 都应该采用复视呼吸法 有的时候我们试图放松自己啊 某某某批评了咱 咱试图把自己放松下来 但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特别的来火 那怎么办 那试试看 能不能再换一个时间再谈 如果这个 有的时候就换一个时间是说 你这个 比如说跟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吵架了 我实在是太生气了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我先走开一会儿 你可以告诉别人说 我暂时不适合谈这个问题 我们过一会儿再说 有的时候只是过一会儿 可能你就平静了 但有的时候 甚至要隔一夜 睡一觉以后 帮助这个情绪消化消化 第二天再谈 甚至在过几天再谈 也不是 只要有可能 还是可以的 然后回到 看到大家问的 这边有个问题 这个兔斯奇 兔斯奇朋友问的这个问题 复时呼吸法很累 那么肯定是你没呼吸正确 吸气很深很深 深呼吸和复时呼吸法 是不一回事 正常呼吸 我刚刚说了 就是正常人 在正常状态下 除非你是运动啊 唱歌啊等等 那种特殊方式啊 都应该是 肯复时呼吸法 你比如说你睡着的时候 你看那个 人家正常睡着的时候 他就是 呼吸就是肚子 一起一扶 一起一扶 你甚至可以躺平在床上 然后拿一本书 搁在自己肚皮上面 看这个是肚皮 有没有把这个书 顶得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 这种呼吸法 是一个人自然状态 状态 最会使用的方式 所以不可能会觉得累 这和深呼吸 是不打尬的 哦 这个 这位朋友说是 能不能按照自己的进程讲 不要被同学的这个问题打断 啊 这个还要 就是 因为咱们开始之前 那个这个 know yourself的工作人员 跟我说 一定要回复大家的问题 要及时回复大家的问题 所以我老是 这个 照顾到大家的这个 呃 节奏哈 所以这个工作人员 能不能给咱那个 呃 指示一下 到底是不是应该回答 这些问题哈 嗯 接下来说 嗯 如果咱这个 不要换一个时间 呃 而且 抱歉 回到这个题目啊 放松下来 再去直面批评 如果放松不下来的时候 我们换一个时间再谈 人们很本能的就是 被批评的时候 就会容易防卫 自我防卫行李 那么这种防卫 就好像他们这个法律上 有一种这个 好像叫防卫过当 对不对 啊 那么情绪上 当被别人指 指的时候 当被人批评的时候 咱们也会防卫过当 嗯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 当觉得被攻击的时候 我们就要像那个 猫 炸毛一样的 就给跳起来了 啊 那么 炸毛的时候 跳起来了 咱们是学会 这个心情 能不能让自己 平复一下 告诉自己 哎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 最终的交流 是没有帮助的 啊 对大家都不太好 所以我让自己 冷静一下 让别人把话说完 有的时候 他这个防卫过当呢 他是觉得 嗯 他是觉得人家 指责他的 批评他了 可能咱们由于情绪 过于激动 根本没有听完 人家说的话 根本没有真的理解 别人说的话 可能也是误解 所以 克制自己 防卫过当的 这个冲动 然后如果别人 在批评你的时候 你觉得 哎 这个讲的好像 有这么一部分道理 对吧 哎 他不一定全有道理 可能这人指责 你的这些话里边 他指责了你三点 其中有一点 是有道理的 另外两点 一点道理都没有 那么 咱们就去认可 他讲的有道理 那一部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当我们 不是我们所说的认可 对吧 一方面是说 你可以说是 我就同意这种观点 对吧 你指责我说 我这个人收拾东西 收拾得特别不干净 特别乱 哎 可以 这个可以接受 啊 但另外一种认可方式呢 可能是说 哎 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表示 我听到你说的 你的意思 我理解了 因为说你这个人 怎么就那么的乱 对吧 你可能 我们可以反映说 我的回馈可能是说 啊 你觉得我的这种 呃 这个我整理这个书桌的方式 给你带来了困扰 是吧 那可能我并不觉得 我有那么的乱 我觉得我稍微有点乱 没那么乱 没你说那么夸张 但是我仍然可以认可 哎 我听到你的观点 我理解你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这样做 你这样做了以后呢 就让别人 不要再滔滔不绝了 有的时候 人家滔滔不绝 是觉得你没听懂 他觉得你没有能接受 所以我就不听的说 受到你接受为止 尤其是 这个比较亲密关系中的人啊 就是比较容易 采取这种方式 所以认可他的目标呢 也是让他觉得 这个被理解了 咱可以继续 去讨论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还有呢 就是说 当别人就给你的反馈啊 特别的宽泛 他说 他就给你讲的 批评你的 让你觉得这个 很不好理解嘛 他说 你这个人啊 就是懒得要死 哎 啥意思呀 什么叫懒得要死 你说我到底是 没有去干嘛 给你买早点 这个叫懒得要死呢 还是说 我屋子没收拾干净 所以别人就直接 你这个人就懒得要死 或者说 领导说 你这工作 一点都不积极 啥叫不积极 怎样才算积极 你可以直接问别人 怎么样才能理解处呀 接下来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觉得 这个可能对大家要求比较高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做可不做 情绪激动的时候 我觉得没人能做到这一点 甚至情绪激动的时候 你哪怕就是感谢别人 对你的这个批评啊 可能也带着一种嘲讽 冷嘲热讽的这个口气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价值 第一条 咱们就做个可选项 看看就好 能做到最好 不做到对自己不做要求 解释自己不找借口 是说的是什么 当别人批评你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亲密关系中 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比如说 男女朋友之间有矛盾 这个 他来一个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懒 然后他说 我可能是不是特别勤奋 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做 是一二三四五 啪啪啪啪啪 不停的说 说的不带些火 所以他承认自己的地方 可能表表浅浅的 随随便便这么一提 然后说 我为什么这样做 找好长时间的借口 你说 这个地方是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你觉得可能觉得 我是想解释给你听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是有道理的 但是别人觉得你长篇大论 就说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是在找借口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 可能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可以解释自己为什么做 但是不是做某件 别人指责你的事情 但是千万不要长篇大论 说的太多 就让人觉得你是在找借口 最后一条 就是用我 这个开头来陈述自己 很多人会 就是他这种表达方式 是这样的 我们中国人都怎么怎么地 我们这个年轻人都怎么地 我们老年人都怎么地 好像他就能 我们男生都怎么地 我们女生都怎么地 好像他能代表全世界 所有这一个特征的人 对吧 所有的男生他都能代表 所以女生都是怎么地 其实这种就让人觉得 你特别是在找借口 然后你们这个矛盾的焦点 就不是说你某件事情 比如说你这个太懒了 他说我们男人都懒 对吧 我们男人有几个干这个活的 假设啊 你就觉得你是在找借口嘛 那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说 我在这方面做的不足 你就说你自己完了 你不要把代表去 别人到时候吵起家来 就是说我们男人 是不是都这样 女人是不是这样 张三家是不是这样的 张三家的暖男 就不是这样的嘛 你为什么就是这样的男 对吧 所以这个 回头这个吵架的经历啊 都放在这个 不相干的事情上 对 这位朋友说的挺有道理 就是我犯的一个 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这个听上去 像不像借口 这是一个 在我看来啊 很经典都是借口 对 还有就是你每次都说 这么这么的 每次这种词都不要随便说 你你就是找着吵架 我觉得 我你这个人 从来都是很懒的 那我那一次就没有很懒嘛 对吧 就容易很容易抬杠 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啊 面对别人的批评 我们这种不完全感 到底应该去怎么处理 首先一条就是 咱得学会对事不对人 比如说啊 你这个人太懒了 比如这个批评人 你这个人太懒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说你这小孩怎么这么笨 怎么教都不教不会 其实这样的批评 是特别特别的伤人的 而且你对别人 一点价值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你针对的 并不是一个可改变的 具体的行为 而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特质 你比如说 你这人也太笨了 那好像说的 好像我不想聪明一样 对吧 我也想聪明啊 那我就绝不会吗 我也想 每个人都想聪明 每个人都想情怀 每个人都想怎么怎么地 但是 问题我们做不到 所以 你给如果别人的评价 或者别人给你的评价 是说 你认为太笨了 这种很宽泛 是属于这个 人的一个整个特质的话 这种评价 说不如不说 因为你说了以后 特别伤人 他也改不了 大家就很无力 然后还会吵架 吵什么架呢 那说我这个人不是那么笨 你看我这个方面 我就挺聪明的嘛 对不对 你说我这个人特别懒 我也有不懒的时候 我每天洗完 可情怀了 那你怎么不说我这个呢 对吧 所以这种很容易吵架 批评 不管是批评别人 还是接受别人的批评 当然在批评 过于宽泛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把它细化 具体化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什么 人家说 你认识怎么那么懒 对吧 你说你可能就的 你说我比较 你说我不勤快 那你指的是什么方面 他说 你回家就从来不做家务 那他人说 你从来不做家务 这句话一听就烦人 对吧 一听就是炸毛的事情 那你说我回家不做的 你能具体一点指的是什么吗 咱继续对这话进行 他说 那你看你啊 从来吃完饭以后 从来不洗碗啊 你就不能把这碗放到水池里边吗 你就放在桌上 你等谁收啊 可能是这样 对吧 那你说 所以你给我的要求 就是你希望我每次吃完饭以后 要么把碗洗了 要么把碗放到水池里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具体的 非常细化的 可以改变的行为 而不是说很宽泛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懒 你这人怎么那么笨 选择合适的这个场合和时机 这个咱就不用说了 大家应该都能理解 这个为什么是重要的 下面一条 这个可能就是说 我们大部分人是知道 但是在知意行难 坐着起来的时候 是要反复提醒自己 要注意 就是正面和负面反馈的这个比例 就如果你要批评别人说 是吃完饭从来不洗碗 这种事情 是吧 那可能先给一些正面的这个表扬 然后他说 这个是不是晚上吃完饭 洗完完以后 大家都方便 这样 正负比例呢 可能有的人是这么说的 可能是说 这个三比一 就是三倍的这个正面的表扬 或者正面的激励 和一倍的负面的反馈 对 这个三比一 当然是别人提出了一个 大约的这个建议 那大家就是可以 从中可以能感受到 对这个正面的这个表扬 积极的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负面的东西少说 如果要说 请具体 那措辞 这个 所以这些东西啊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内容 说实话 都不是rocket science 没有一个说是特别难理解的 对不对 从常识上来说 谁都知道 只要大家去 你如果给朋友意见 别人 不是朋友两人吵架什么的 我估计 你给争的意见 没错吧 但是 有的人能做到 有的人做不到 或者说 有的人做得比较好 有的人做得比较差 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种 日常生活的习惯的积累 最后一条 咱们说的就是 陈述事实 少说教 举个工作场合 为例 领导跟你说 上级说 你这个PPT啊 应该用大字号 这边应该加个图 图应该咋咋咋地 对吧 领导可能跟你说 应该这样这样做 在有些情况下 这种帮助是好的 但是 有的时候会让人 这种话说多了 就会让人觉得 你是在说教 你说我也不是成年人 我也不是今天 刚出社会工作 这还有拟教吗 对吧 可能会有引起 别人的反感情绪 同样这一句话 怎么说 更加有帮助 就是说 你就直接陈述事实 而不是说他该怎么做 比如 如果这个PPT 这个字太小了 坐在后排的 这个观众 可能看得 就不太清楚了 我们只是 陈述这个事实 但我不告诉你 该怎么做 那一般来说 大家都是平等的 成年人的话 那可能人家就 你把这个决定权 仍然是留在 别人手中 你给人家提出建议 PPT字小 坐在后面 可能会看不清 那人家来决定 要调整 还是不调整 也许别人之所以 用这个小的字号 有他自己的原因呢 对吧 可能你也不知道 所以咱们在 指手画脚别人之前 先给别人留点余地 给自己也留点余地 这个是一个 简单的 帮大家思考的方式 就是说 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 咱们这个 我经常会 比较喜欢 让大家做这个 自我评估啊 因为只知道 自己在什么位置 现在是什么情况 以及自己的目标在哪 才能找出差距 进一步的提高和弥补 对吧 所以咱俩看一下 这个东西 ABC这个话 它代表的就是 能力和自信 两个维度 当别人批评咱的时候 你觉得 你能不能搞得定 你这个能力 是属于在 强的范围 还是在弱的范围 可能说 你其实挺有能力 去应对 人家的对你这种批评 但是很缺乏自信 很多话 很多事情 说不出口 做不出去 对吧 你可以评估一下 自己的自信 是在哪个位置 能力是在哪个位置 这样你就知道 当你要改变 自己的这个 不完全感的 这种行为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做 如果没啥特别大的问题 我就继续 我看一下大家的内容 接受大家的批评 就是刚才说了 有朋友说 这个 职员工作人员 特别的 告诉我说 要一直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我太教条了 所以看到大家的问题 就立刻反馈 这样呢 又打断了大家 一部分这个 没有问题的这个朋友 听课的这个flow 对吧 所以我现在就是 讲完一页 回头看一看 所以我可能 翻一翻大家之间的 立体消息 请大家给我 几秒钟的时间 没有什么特别的疑问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说 还有说我可爱的 赶快接受一下表扬 接下来我们说 下一题 为什么不说不 说拒绝他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尤其是有安全感 问题的人来说 是特别困难的 一件事情 想象一下 在你的生活当中 如果你完全不能够 拒绝他人 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就是甭管任何人 给你提任何要求 你都说 好好好 行行行 你的生活会长啥样 十六八九的结果就是说 你的生活完全不再由你自己控制 别人要你干嘛 不要你干嘛 就不要干嘛 当张三和李四的要求 相左的时候 那你就是完全不知所措 就跟个提线木 一样 但是又不是在往前走 而是向他瞎乱颤 就是这样的感受 所以这就等于 当我们不能去拒绝他人 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 一定程度上 就说的有点夸张 就似乎成为了别人的奴隶 大家都知道 拒绝他人是一个 有必要学会的能力 对吧 为什么不去说不呢 好多人会说 我也不是不想说不 但是我这话怎么就说不出口 对吧 很有可能 那么咱们就来分析一下 怎么把这个步子说出口 怎么把这个步子说出口 并且尽可能少去伤害咱们这个关系 不说不呢 是出于 我这边只是列了这个五条 我认为比较常见的原因 并不是说所有的原因都在这边 咱们先看第一条 很多人是觉得 平时存在感就挺低的 他说了不 也是白瞎 压根没人搭理他 那我说了跟没有一样干嘛呢 那我还不就沉默呗 这可是他不说不的原因之一 还有人是担忧 这个担忧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就是虚假的担忧 这个担忧已经程度上 是可能发生的 他害怕 如果我拒绝了别人的要求 那别人就不再喜欢我 就无法接受 那我咋办 特别害怕别人不喜欢他 拒绝他 第三条 人家可能觉得 我没有拒绝权力 因为我如果是拒绝他人 那就表示我这人自私 对吧 一个不自私的人 怎么能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不去做别人提出的要求呢 第四条 他就是这么样一个希望 这个希望可能是在亲密关系中 特别常见的一条 就是说他寄希望于别人 不要去提出这种 不合适的要求 他觉得呢 咱们家人或者朋友 你就 家人和朋友之间 应该是互相关心的 你就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吗 还有的亲密关系会这样 他觉得 比如说男朋友 女朋友这种 他会说 那你就应该懂我的心思 我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什么 或者说 我想要做什么 不想要做什么 还用我说得出口吗 那你竟应该明白 我怎么想的吗 觉得好像有读心术一样 你就应该知道 我怎么想的 还有人家觉得 就是说 那那个 大家都是 比如说 我从来不提出这种要求 那你怎么能给我提出这种要求吗 那我从来不提 你自然也不应该提了 那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 以上种种 看似显而易见的事实 都是不显而易见的 而且也不是事实 如果你 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 好像别人是这个 读心术一样的 你就应该知道我想啥 对吧 很多这个 我真实的案例中也有个这种事情 就是你觉得 你应该我们互相理解 我还需要解释 那就说明咱关系不到位 对吧 咱们关系不够深入 不到位 所以咱这事 解释了白瞎 所以最终还是沉默 回头这个导致了这个关系的崩溃 这种是真实 这种是真实 接下来还有一条 这条呢 可能不完全是由于不安全感导致的 很多人 这个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责任感 总是觉得 要是我不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完蛋了 所以我没法去拒绝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什么 如果我不去解决这个公司的问题 公司就垮了 如果我不去环保 地球完蛋了 宇宙就踏缩了 这个世界就白瞎了 这种错误的这种责任感 感觉好像地球就围着你转 地球会围着任何人转 但是有些人会有这种 从小可能是从小受到这种 救援啊 这种灌输 就觉得我不能去拒绝别人 我拒绝别人 这事就做不了了 咱们再看下一页 刚刚说了好几条 这个错误的这个认知 导致了拒绝别人 比如说觉得自己这个 说了别人也不会听 说了别人就会拒绝我 那怎么办呢 等等这一些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如果咱要拒绝别人 请用坚定安全的肢体语言 还记得记得咱们一开头 那个蓝颜色的一张表 就是两蓝对比的 一蓝是那个坚定的 一蓝是不完全的表现 对吧 咱们如果要拒绝别人 你确定了 这个中心确实不合适 那么我们就坚定的拒绝它 用这种肢体语言 因为为什么呢 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 什么有个四六开二八开 都有说是这个肢体语言 和这个口头语言的 这个重要 二八开 反正不管怎么的 不管哪一个理论 都强调了一条 就是说肢体语言 其实是比口头语言 更加重调的 更加强调的 就是如果你想象一下 你要去拒绝别人 别人跟你说 这事 你说这个 你看我这个东西 马上就要丢了 马上就来不及了 要不你就帮我做了呗 其实你心里 我很不愿意 但是你说 其实我也不太行吧 其实我跟你做不来吧 就是你这个肢体语言 微微缩缩的 含胸鎖背的 这个眼神也不敢看别人 等等 这一系列 尽管你嘴里说的是 我也做不来 我也不想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人家从你这个 肢体语言得到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 我只要再多说几句 你肯定就接受了 所以 你肢体语言和这个 口头语言 必须是一致的 如果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 是矛盾的 那么 大家倾向于去相信 你肢体语言所传达的信息 所以这一条 非常关键 这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让大家去练这个 第二条 用明确的口吻拒绝 在回答别人之前 比如说你要拒绝别人之前 你先别那个 嗯啊啊的 这个借不合适 你也不要就是 自己先想明白 我都想干嘛 你不要说 比如说 要不 我请你吃饭吧 其实说 你对这个人 一点意思也没有 你知道单独吃饭 意味着好像有一些 就是可能给人家 错误的信号 所以我特别想去 特别不想去吃饭 那你肯定来一个 就是说 你不要说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那不再看看吧 如果你真的不想答应 这个人的邀约 请就明确告诉他 我不想去 或者说 我 这个 这个不合适 等等 就直接的说 千万不要NRR的 然后说再看啊 也许吧 可能吧 这个就给人家 错误的印象 明确的拒绝他 另外一条 我说的这个叫 大家可以记着啊 用复读师 复读机式的方法 去拒绝 啥叫复读机 大家复读机 学个啊 我上学 我上中学年代 那什么 暴露年龄啊 就是那个 复读机呢 就是很多年前的东西 这个复读机 是打回这呢 就是反正一句话 他就不停的重复 对吧 直到你学会为止 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呢 有的人 他是特别的push 就是喜欢不停的push你 然后不停的说 说说说说 说到你接受他为止 说到你同意为止 那你 他会就这样的行 你比如说啊 你说 我们一起周天的时候 我们一块去哪吃饭吧 他说 你说哎呀 我特别忙 你忙不要紧 那我们换个身 也可以的 那换个时间 那我那地方太远 他说不要紧 那我们找个近一点的地方 就回头 你会发现啊 这个就变成 好像跳舞一样的 你不停的想办法 往后退 人家你一退一步 人家就进一步 人家就进一步 或者说 你就被递到角落里面去了 因为你觉得 哪一次拒绝别人的时候 我必须给出一个合理合适的例子 想想理由 想老半天时间 然后哪一次人家 又要来问你一次的时候 又要来请求你一次的时候 或者逼问你一次的时候 你就又得 又换一个说法 特别累得慌 后来发现 我好像实在没有理由 去拒绝他了嘛 人家都已经说到这个顺势上 我真的是已经没办法了 怎么办 只好同意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错误的方式 应该怎么做 就是用复读 拒绝他 有人家说 哎呦我要去 这个 我们周天一起去吃饭吧 他说 哎 不好意思我不想去 我们周天一起去吃饭吧 不好意思我不想去 哎 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又怎么的 哎 又帮你做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吗 不意味着什么 我们就去吃一顿饭 不好意思我不想去 所以 你就是个复读机 不好意思我不去 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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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一句话 每一次不需要找理由 你如果找理由 你就有一个理由 你就坚持到底 不管他咋说 你就是一个理由 这样的话 他就会觉得 哎 很坚定的得到这个消息 你这个消息就是 你传达信息非常坚定明确的 就是不行不去 就这么简单 那么再下一条哈 我们刚才不是说到这个 一个合理合法 合情合乎一切情理 任何人都决不出任何瑕疵 这个理由 我才能去拒绝别人 那么我这里可能告诉大家 明确是不需要 拒绝别人尽可能给理合理合适的理由 给不出理由就不给理由 只有一条理由 那绝对不要深造出第二条理由 如果说我们一定为了 就是要编造 因为说谎 大家都知道 是个非常不好的特质 对不对 尤其是你说谎 被人家抓到了 那这个事情就太难看了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损害 是不是 所以但凡有可能 就是不要去编造理由 拒绝别人 所以你还不如 就是用复读基石的方法 就是不行不行不行 最后一条是很多人都会问 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拒绝别人 如果我拒绝了别人 别人生气了怎么办 这个可能性 那绝对是有的 比如说我拒绝了老板 老板天天让你加班 你这工作老要加班 真的是受不了 因为你加班了那么多 然后我还得 自己正好有个啥啥啥事 怎么办 那么请你在拒绝人之前 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 说不定老板 真的就看你不顺眼了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没有任何说是 我们所说的这种 具有安全感的表达方式 对吧 那只是一个表达方式 那不是说解决 一切人际争端的这个 灵丹妙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世界就和平了 对不对 那没有这么完美的事情 但是我们更多要考虑 就是说 是不是尽可能 好的去表达自己 尽可能好的展现出 自己的安全感 当我们已经想明白了 这工作我哪怕就是不要 我也不能为了这份工作 去伤害我的身体 对吧 因为这个给我造成了 这个健康上的后果 或者说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选择 等等 那么没问题 你跟那个领导提出来 你这个每天让我加班 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合适 然后你也可以 不要不要不要的 咱们复读机式的方法 说就是不能加班 可以 那么如果领导因此对你有意见 那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这就是你的这个 要付出的代价 声音是大思小 咱们再看看 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 好像没有 主要是那个话筒的问题 对吧 但如果有话筒 还有问题再跟我说 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叫做DESO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一个 给大家的一个 互大互小 现在还行吗 就是那个一个模板 有互大互小在跟我说 那个给大家提出的这个模板 什么叫模板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去 像大家比如说 我要提出一个 不管是身职加薪也好 男女朋友吵架也好 跟这个爸爸妈妈 就是让爸爸妈妈少管点自己也好 等等 都可以参照这个模板 第一条 描述 用简洁客观的语言 去描述现有的情况 怎么做呢 比如说 地板脏了 需要拖一下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对不对 而不是说 错误的方法是什么 错误的方法是说 你这个人懒得要命 从来都不做家务 这是错误的方法 那么 更加合适的方法 就是描述这个事实 这个地板 比如说 一个星期都已经没有拖了 你看 这个地方有多少多少单减 这是一个事实 简洁客观的描述了以后 怎么做 描述 表达自己的感情 或者情绪 这个E-Express 这一段 这个第二条 不是说 每一个情况下 都要做到的 因为比如说 在职场 我们刚刚说 这适用于任何人的表达方式 职场当中 可能老板压根不care 你怎么想的 你咋感受 我才不管你呢 对吧 人家当人家不在意 你的这个情绪的时候 那你还表达来干什么 对吧 所以当人家不在意 你这个情绪的时候 有事说事 当人家在意你的感受的时候 比如说是男女感觉 这个我们说的就是 男女朋友之间相处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 比如说家务时的分配 你这个从来不干活 我也觉得特别恼火 所以确实有必要去表达这个情绪 因为家人之间 亲友之间 讲的就是感情 所以表达自己的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所以请视情况而定 决定自己 是不是要表达这个 Express这个步骤 是不是要做 当你必须要被表达的情绪的时候 男女情绪 男女关系之中 据这个例子 请尽可能冷静 而不是说 被情绪牵着鼻子走 怎么冷静 之前参照我们之前提过的 就是复食呼吸法也好 别的冷静方式也好 听一段清音乐也好 睡一觉 第二天再来谈这个问题也好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第二就是 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用我的句式开头 千万不要说是 我们中国人都这样 我们男人都这样 我们女人都怎么怎么 我们女人都爱乱花钱 什么这个 这个不合适 对吧 咱们不代表别人 咱就代表自己 我是怎么想的 而且咱们用我开头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 责怪别人的语气 和防徽过当的这种语气 接下来 我们尽可能不要去 让别人感觉到内疚 怎么说呢 就是人 有的人 但还是举男女关系 为例 你说 你没给我买生日礼物 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重视 压根就没有人爱我 然后活着怎么就那么痛苦 我活着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 用一种情感勒索的方法 来逼迫别人去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其实这对别人是不公平的 短期内你可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人家觉得 那行了 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呗 那你甭管要多少钱 完整就给你花呗 可能是这样 但是长期来讲 可能是比较伤害你们这个感情的 所以不要轻易的 让别人内疚 用让人别的觉得内疚的方式 或者夸大自己感受的方式 来操纵别人 没有人是傻的 短期内可能人家一时半会儿看不穿 但时间长了 没有人 很少有人说是完全没有任何 一点clueless 这种应该不至于的 下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说了D和E 接下来就是specify 明确的提出要求 在提出要求之前 请事先想明白 你到底要的是啥 比如说你要他 每天晚上拖地 就每天晚上拖地 你希望他记住你的生日纪念日 或者是其他纪念日 那你就说明白这个 先不要来个就是说 我就希望你工作积极主动 像是工作场合 公共的技术 我挺积极的 我觉得你看我每天 上班比别人早到半个小时 我怎么就不积极了呢 可能这个领导的意思是说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 在做每天给一个工作总结 或者说你在做什么事情 你及时汇报给他听 这种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来个 我就希望你工作积极主动 我就希望你勤快一点 我就希望你聪明一点 听话一点 这个对大家来说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好事情谁都想有 但是不就做不到吗 那事先想好你要要什么 然后清晰明确 具体最好还是简洁的 这个要求其实很高 就是简洁的 为啥呢 你给别人提要求 你说李老师要求别人这个 就是我要要求加薪也好 要求不加班也好 等等什么的 你这种要求啊 往往就是咱们需要用到 这个DESO的时候呢 可能都是一个生活中 比较一个激发点 就可能让大家都觉得 是个事的事情 才会来特地的分析和考虑一下 怎么样才能表达的好 对吧 那么本来这是一个 比较敏感性的事件 升职也好 这个吵架也好 这个干家务也好 就是大家就吵了多少回来 这种事情 然后你这个要求 偷偷不绝 你想想光要求提个 十分钟半个小时 那这谁受得了 对吧 所以越简洁越好 越具体也好 话少说一点 然后尽可能积极的口吻 这个地方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很多 咱们这个传统社会里边 接受的教育 很多都是容易犯出错误 不管你是做个笔记也好 还是脑子里记住这条也好 希望大家记住这条 就是用积极主动语试 如果用英文的话 咱们就是主动语态 来表达自己 比如说 我希望你每天晚上洗完碗以后 把那个水池擦干 这是一个主动语态 我希望你做啥啥啥 不积极被动的这种口吻是什么 你不要每次用碗水池都懒得擦 行不行 你大家比较一下 我希望你每天晚上洗完碗的时候 把水池擦干 你不要每次用碗水池都懒得擦 对吧 不要显得你太埋怨人 但这个句实就导致了 听上去就消失的埋怨人 比如说你希望别人 记住你的这个生日啊 生日礼物有创意一点啦 每年能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不管是啥要求 我希望 或者说能不能多表达一下自己的爱呀 都是非常合理 很真诚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说 我希望咱们每年生日的时候 都能去一个地方庆祝一下 这是一个具体的请求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人家就不太确定啥意思了 对吧 所以 而且是一种被指责的口吻 最后一个 outcome outcome是什么 就是说 甭管别人同意还是不同意你 由他们这种行为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举个例子 最常见的这个几条哈 是前三个 情绪 具体结果 以及奖励 情绪是什么呢 如果你答应我 如果你能每年生日的时候 都带我去一个有趣的地方去庆祝 我会觉得很开心 对吧 这是一个情绪 如果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 你不打断我 我会觉得被尊重 你的情绪 我会觉得什么什么 你的这个情绪感受 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果 第二种就是具体结果 具体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举个例子吧 咱们这个项目合作 我跟某某同事两人项目合作 如果你做到 什么什么要求 我提出一个什么要求 如果你能每个 就是及时让我反馈 你这个工作进度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 会进行的更加顺利 这是一个具体结果 或者说 会导致我们这个 交流时间 更加的有效率 这也是一个具体的结果 第三个这个具体结果 叫什么 就是奖励 怎么见的奖励呢 比如说 如果你每回都能 我胜任的时候 你就带我去 特殊地方庆祝 我就给你 我有保证 比如说 我给你做好吃的 我去学个新菜谱 我就给你做个啥好吃的 或者领导说 你如果你做到了啥啥啥 你可能就有机会 平上今年的这个最佳员工 等等 这些都是可能的结果 最后一条呢 是不推荐大家使用的 只要可能 就是不要用 哪怕你是跟小孩子说话 因为惩罚式的结果呢 很让人觉得 很容易让人家觉得 你是在威胁他 怎么就威胁他 他就说 你要是不做作业 我就不带你去游乐场 你要是不配合我工作 我就向老板告状 通常来说 你这样的这种 惩罚式的这种结果 别人听了 就是会觉得不太高兴 就觉得这个 你是不是想威胁我是吧 我哪怕我就可以做的 我就不做 我本来其实愿意去做作业的 但你威胁说 不带我去游乐场 我还就不做了 怎么的 可能会这种感觉 所以但凡有可能 哪怕是和小孩子 也尽可能不要用这种 威胁式的 惩罚式的这种方式 但是我们回到 刚才我们不是说 积极主动的口论 对不对 套用这个逻辑会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 如果你几点几分 把这个作业完成了 那我们就有时间 一起去游乐场玩了 对不对 可能同样一句话 你把它换成一个奖励 别人就感觉非常好 如果 好的话 我们工作配合好 我们进度就可以完成的更快 那我们有时间 咱们一块去一起吃饭 惩罚 你可以考虑一下 可不可以用主动的 奖励式的方法去提出 可能同一句话 甚至代价上的差异 但是 做法会很不一样 给大家看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 就是套用刚刚咱那个 DESO这个方式 DESO的方式 某某某 这个举的是 这个例子举的是 这个男女朋友之间 这个一个人老是说 另外一个人你就不爱我 你就不是 你对我的感情 到底是真还是不真 什么的 是这个方面 某某某 当你和我说 我不爱你的时候 简洁的描述这个情况 我觉得被很难受 被误解了 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 因为我是非常爱你的 如果你觉得 我有哪地方做的 让你觉得被忽视的话 你立刻告诉我 我们好好谈一谈 其实具体 这个要求就是我们好好谈一谈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 而不是总是在争论 我到底是爱不爱你 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第二条 我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 钱就不够用了 那个拆东墙 这个 我每个月一到月底 这个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我晚上睡不好觉 你能不能有空的时候 帮我分析一下我的财富状况 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法 感激不尽 这个outcome很简单 就是一个感激不尽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都非常简单 但是描述的情况 尤其是第一个 可能我觉得生活中 还是比较时间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做个模板 把你生活中的案例 请你大家 就是你生活中 最最难跟对方交流的一个事情 你给它写下来 然后按照我上一页 写的DESO的方法 能不能在跟人家交流之前 就写一个几句话的这个讲稿出来 然后再去跟对方表达 咱们既然是学习一个技能 学习一个很具体的这个表达方式 那么肯定得练 对吧 就好像演讲一样的 演讲技巧也是练出来的 很多技巧 每一个技巧都是需要通过练习 才掌握的 所以你生活中最难搞得定的 最搞不定的是哪一个情境 把这个情境记录下来 然后按照我们DESO的方式 参照这个模板 举一个例子 刚刚我回答一下这个 不说回答吧 就是评论一下大家的评论 有这个朋友说是 父母经常说 我这么辛苦还不是为了你 这个符合我们刚刚说的什么呀 这个明显的 就是是一种 在我 我个人看来 可能和传统观念比较不符合 这种句式吧 其实挺像一种情感勒索的 我这么能 就是让你觉得内疚的这种方式 就是这边这条 他这个表达情绪 方式是 故意让人内疚 只要你不好好学习 我就很痛苦 然后还夸大自己的这种痛苦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在我看来是一种情感勒索的方式 是不推荐的 父母父辈 他有一种交流方式 可能他们 一直以来互相之间 和他们的族辈 也是这样交流的 但并不代表这种交流方式 就是正确的 怎么样让父母改变这种方式 可能可以通过你自己 你自己先做一个好的role model 你自己先表示出 怎么样才是一个 两个人的沟通 我希望是怎么地 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叫周周的这个 能不能根据你指的这个东西 我们这么辛苦 还不都是为了你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情境 你能不能用一个DESO的方式 来分析一下 然后写一个小小的稿子 跟父母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 就是要求父母 比如说 说话的时候改变一下 那你看看能不能用这个脚本 跟你当马沟通一下 弱势的一方 连主动离开一段关系 这个勇气都没有啊 这个朋友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权力不均等的时候怎么办 权力不均等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如果是一个 这个上下级关系 那你俩权力 他天生就是不均等的 这个插的那块怎么找回 就是老板是管着你 但是他给你发工资 对吧 所以这样咱们才把这个关系 平等找回 男女朋友之间 亲密关系之间 对吧 那如果是一个 和伴侣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话 我觉得咱们应该考虑一下 怎么样去改变这段关系 因为这个肯定是一个 不健康的方式 是不是能关系维持的长久 也许仍然能维持的长久 但是并不一定是一种非常健康 大家都愉快的方式 如果是父母 父母之间怎么办 就是子女和父母之间 那关系也是不平等的 那怎么办 那你可能会 如果你要拒绝 咱们看这边 如果你要拒绝别人给你 不是说你父母对你的方式 不合适 对吧 你如果要拒绝他们 你确实要为 做好这个行业准备 比如说父母提供你 经济来源 然后父母说 你要是再这么说话 或者说我就给你掐掉 经济来源 请你做好行业准备 这个有可能真的会发生 所以在你没有底气的时候 考虑好自己的 卡在重要点 我卡在哪里 那个又说 我重点的地方卡了 是哪一段卡了 是说不平等的情侣关系 应该怎么 怎么调整 不平等这个伴侣关系 应该怎么调整 这个话可能说来的话 是一个 咱们再重新开一个话题 一时半话都说不平 一个是非常 因为伴侣关系 它这个 你首先得分析 这两人之间 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 是如果把两个人 都画成圆的话 两个男女关系 就是一个两个人 是不是两个相同大小的圆 然后有一定健康的交集 还是说 一个大圆 一个小圆 一个人吃定 另外一个人 考虑着这个 现实的结果 你能不能承担 离开别人的后果 如果能承担的话 这是你的选项之一 如果不能离开的话 那在现有的关系里面 你能做哪些转变 因为就像我说的 不管是心理治疗也好 还是说 优秀的公通方式也好 它只是一种沟通方式 它不可能解决 现实中 所有不平等的问题 对不对 父母和不平等的关系 同样如此 咱们回到这个 在这个上课之前 那个有几个朋友 他提出了一些这个问题 然后工作人员帮忙收集了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一下 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工作中 像本领域的这个前辈 说明了自己在某个领域 对这个前辈的钦佩 希望得到帮助 但是没有得到前辈的回应 感觉到不安 觉得是不是被对方看清 我确实有自己的努力成果 想和前辈分享 而且希望得到指点 获得双赢 请问该怎样继续沟通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样考虑 首先请站在对方的角度 先看一看 因为 这上去 这位朋友和这个前辈大师 两个人互相是不认识的 对吧 好像就是发微信和邮件去请教 那么 假设双方并不是彼此是熟悉 或者是朋友关系 或者有什么深度的联系 那么 别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既然是这个前辈的大师 可能就工作非常忙啊 时间特别紧张啊 来请他 请教问题的人特别多 如果你这个东西 你提出的问题 从中得到什么东西 对吧 你的这个展现方式 接下来你要沟通 引起他的注意力 请注意你的展现方式 是不是够简洁 对于前辈来说 帮助你有什么价值 比如说能帮助你更好的成长 那他心理上得到了这个满足感 那可能你给他提供的这个双赢 对他来说是一个事业上的进步 或者物质上的成果等等 那你要可以说 对前辈来说 帮助你有什么样的价值 你这个东西要让他发 发成本越低越好 对吧 比如说你要人家看长篇大论 然后才能得到你的这个结果 才能看到你到底这问题是什么 或者说你要做的事情特别复杂 可能人家就没有才能的动机 去回复你了 对吧 所以你首先要考虑 站在别人的思考角度 怎样方便 怎么样让别人觉得容易 有价值 他能有所得 做到了这些 我觉得他回复你的这个几率 就比较高了 但是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觉得 是否被对方看清 我觉得给你最大的建议就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人家 可能都不大认识你 可能压根就不知道你是谁 可能都没有时间和机会去看清你 对吧 因为要看清你 至少要对你了解 假设人家你的微信 或者说邮件 都没有什么时间去仔细看 他压根都不知道 都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 来确定你这个人做任何评判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business is business 工作这样的东西就是工作上的东西 请不要把它这个私人生活 和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和这个具体这个邮件 或者一个微信消息 挂太大的勾 你能理解我意思吧 所以我们面对这种情况 除了就是给你在最终的回答 就是一 站在对方的角度看 二 请用一个professional的态度 去对待这种professional的communication 第二 问题二 我希望与伴侣能发生持续不断的沟通 似乎只能从不停的说 不停的互动中 才能获得安全感 才能确定他对我的爱 往往沟通的内容比较重复 比较反 比如反复问他爱不爱我这一类 那在我看来 这似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对不对 一直要别人确保 他是爱你的 那么我想听 好奇的就是说 你这个伴侣 他是怎么样一个反应 他是怎么样一个反应 当你不停的说 问他爱不爱我 他是嫌烦滥 还是非常有耐心的每次都回复 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挺有耐心的 到后来耐心就越来越少 所以请你观察一下 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解决方案是怎么样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得到的潜台词 可能我想太多 但是我看到的潜台词就是说 你觉得自己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你不希望自己不停的去问别人爱不爱我 这个样子的沟通方式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和对方 和你本人都形成一个协定 就是跟自己说 如果我又要去 比如说你又有一个冲动 我又要在微信上发消息问他 你到底爱不爱我 假设你有法来说 让自己停一下 打像一个像这个看电视频一样的 按一下暂停键 让自己暂停一下 好吧 然后再想 我这个消息到底要不要发出去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益处的 我老去问同样的话 他好像表现得越来越烦躁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把那么每天 每一天24个小时 这个上帝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公平 每个人都是24小时 那么除去了工作啊 日常的生活 吃喝拉撒这些东西 你们能公通的时间是有限的 假设你们每天只有这么长时间的沟通 对吧 假设算你每天两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吧 你每天有一半的时间 假设啊 都是花在不停的问 你爱不爱我 各种形式的问你爱不爱我 那么你可以用来交流 有价值的话 这个时间是不是就变得少了 被这个没有价值的交流 挤占了太多的时间 换句话说 哪怕你们有了沟通的量 有没有沟通的质 对吧 所以形成了这个认知以后 和自己 形成的greens 告诉自己 自己自己自我协定啊 说我这个老师去 我今天允许 我每天允许自己确认 比如说三次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三次 每天确认五次 你给自己定个数量 多确定了就不行 然后跟对方也说一下 我觉得我们这个沟通 在这个方面有问题 我意识到我这样做 是无利于我们的关系的发展的 并且我们把太多的时间 浪费在这种无效的沟通上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做出改变 那么当我又去跟你确认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怎么回复我 而我会尽量让自己 不会觉得失望痛苦啊什么 让自己和自己建立一个协定 自己和对方建立一个协定 提高你们沟通的质量 那个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这么问的 我从小呢 我小时候就很少和他人沟通 家里的父母交流很少 更多是以吵架的 争吵的方式在沟通 所以我可能没有学会 如何正确的与人沟通 我的性格很小心翼翼 有别人在的时候 就会觉得不自在 朋友们都会建议我外向一点 我有时也会想要改变 但是又觉得 那个躲在角落里的我 才是真实的我 我怀疑如果改变了 我就不再是真实的自己 想要改变 更多的接触人类时 就会产生 就会出现这样矛盾的想法 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看到了那个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这个朋友可能指出来的就是 什么才是真实的自我 因为他害怕 改变了以后 就不再是真实的自我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你今年20岁 请问 10岁的你 是不是真实的你 30岁的你 是不是真实的你 40岁的你 是不是真实的你 再问下一个问题 假设 10岁的你是真实的你 是吧 那10岁的你的时候 对世界是这样看法 可能你想成为一个科学学家 成为一个乙航员 现在你完全不想做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说 现在20岁的你是一个虚假的你呢 所以 我想让大家明白的就是说 每一个年龄段 都是真实的你 对吧 换句话说 真实的自我 它本来就是处在一个改变的 常变的状态中 每一天 今天的你和明天的我 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 还有和明天的你 是不是一样 总归是有细微的差异的 对不对 但是 人本来就是一个在改变的当中 自我并不是说一个 恒定不变的概念 对吧 那5岁 10岁 15岁 这个都是虚假的吗 那你自己过完这段生活 你觉得那时候的你是虚假的你吗 对吧 所以 允许自己去改变 同时要理解 现在的自我 和未来 我希望去构建的那个自我 可能是有差异的 比如说 现在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但我希望 通过练习 通过学习 改 我能改变这个自我 变得更加具有安全感 那么 变成更加有安全感的那个人 是你的理想的自我 理想的自我 可能过一段时间 通过你的学习 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自我 对不对 所以 不要害怕去改变 更不要以 是不是真实的我 为理由 来拒绝去改变 第二个问题 在我 看这段文字的时候 的感受就是说 朋友说 建议我要外向一点 我有时也想要改变 那么我还会怀疑一条 因为 要外向一点 什么叫外向一点 我们今天一直讲的这个话题 就是说 具体 有 明确 那么 怎么样的行为 叫做外向的行为 做到了哪些 你才会认为自己 变得 如果我们 这个比如说 我这个外向一点 意味着就是说 每天的 就是每周的社交时间 增加一倍 随便举个例子 那么这样 你会觉得自己会 或者说 社交当中 讲话的时间 假设这些都是 你具体的外向的定义 那么我们 这可以做到 再外向一点 没问题 那 你是不是真的 具有做到这些的技能 社交技能 并不是说 我想要外向 我就能外向了 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能力 不是说 一个小婴儿 婴儿也是一个真实的自我 对不对 那你刚出生的你 肯定是一个真实的你吧 可能是最原天然的 这个天使 这个原始状态的你 那么婴儿 是不是就有社交技能 那绝对没有啊 那社交技能 它是一个后天学会的东西 对不对 你现在 是不是具有 你有没有在这个 成长的过程中 学会足够的社交技能 让自己变得更加外向 所以 这个总结一下 这个问题 包括两点 一 你 是不是应该去改变 是不是改变了以后 就不再是一个真实的自我 二 如果你想要去改变 改变什么东西 以及 是否你已经具有足够的技能 去做这个改变 这三个问题 就是我选择这个 已经回复了啊 有其他问题的朋友 你可以先给我留言 我现在开始回答 你们在这儿留的问题 我们在这儿留在这儿留在这儿留在这里 这个问的问题啊 可能不要太个人化 太咨询化 因为咱们这个平台 不是用来回答 心理咨询类的问题 而且可能 这种也不适合 有这种解答 也不适合让大众都听到 对不对 这边这个朋友提到的问题是说 受到批评时 比较容易感到受伤 要很长时间 才能消化过来 对这个工作的影响比较大 那么我感觉你这个提问 可能是说 应该怎么样调整情绪 对不对 因为今天我们那个 如何直面批评那一页 这个讲义 已经明确的讲出了 怎么样就是回应别人啊 但是你这边好像说的问题 更多是说情绪调节 是怎么样调节回来 对不对 那情绪调节可以说是 我觉得好像之前的老师 已经有讲过了吧 上一节课好像也讲过 这个思维上怎么样调节的 所以一个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二一个就是说 分析一下自己的这个感受 是不是有道理 有没有夸大 没有夸大的话 这是你的受伤的情绪感受 但是我们知道 该工作还是要工作 我们能不能这样 把情绪打包 背在身上 然后 该工作的时候 仍然去工作 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感到受伤 而是说当你感到受伤 这个情绪慢慢的消化 也没消化掉 那么能不能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是在工作状态 我把这个情绪打包 背在自己的背上 好像负重行走一样 但是我仍然能正常的行走 我的工作会受到影响 但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多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这个情绪 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 开一下关一下就完了 不是这么个情况 是不是 是是 只要是人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你会受到情绪影响 我也会受到情绪影响 我也会要这个 哪怕我是这个职业 也一样会受到情绪影响 而且这是个很正常的反应 更多的就是说 能不能在理清了自己情绪反应以后 把自己的情绪打包背在背上 继续前进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让工作受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这个朋友的方法也可以参考 就是写个稿子 比如说我特技很学习 我领导我说啥啥 我可生气了 啥啥啥 你可以把自己这个想法 弄个外来的文档 或者用个纸笔写下来 然后发泄一下 然后第二天 如果你仍然还想说 那么你就说 如果你觉得 这个好像这个情绪 一也是消化掉了 二可能就是说 这种说法太不合适了 可导致非常糟糕的后果 那你可能就不说了 所以这个朋友这个方法 是值得推荐的 感觉咱们这个听众 这个群里的朋友 都是很有爱心的 这位朋友的这个思维里的非常的清晰 就是之前我在给那个第一个问题回复的时候 就是business is business 对吧 不要太personal 是工作的事情 就是工作的事情 人家不一定是针对你个人的 而同样的道理 不管是 就是 哪怕就是 否定 因为工作的事情 而轻易去否定自己 咱不觉得 咱的这个自我价值 太便宜了吗 对吧 你这工作才给你多少 二十块钱自我价值给买去了 这个朋友的问题是说 会冲动说错话 所以尽可能以文字的形式交流 但是你对也是有道理的 不可能说你生活中永远都是文字交流 对吧 你俩人面对面 你等等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再说 这也不太现实 所以可能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在说话之前 你没有办法写下来文字 那就在脑子里面过一遍 我觉得 你可能养成这个习惯 并不是一个太亏的事情 因为生活中不可能说 每一句话都是需要你自真俱逐的 有些情况下 你可以可能养一下 可能犯错一个也不要紧 就是哪怕说错话 可以挽回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 对吧 因为谁没有说错话的时候呢 你看我今天说错话的时候 多了去了是不是 所以 说错话就说错话 可以挽回就不要紧 只要你能进一步的解释 让别人理解就好 如果说是有些场合 就一句话都不能说错 那么说错话之前呢 就在脑子里面先过一下 是可以的 这种方式听上去是非常累 但是如果是重大场合 那咱也值得话经历的说是不是 这个朋友的这个理解 在我们今天讲课的范围内 是准确的 就是所有问题尽可能具体化 因为哪怕你的具体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 就是说我整个人都缺乏安全感 那咱不把它给细化了以后 你从哪里解决起呢 不然的话就可能面临一个 这个问题太广泛太巨大 以至于它显得overwhelming 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了 你说是不是 所以把它能拆分成一个具体的细节 分成块来看 可能会导致这个解决方式啊 才能导致我们真的好解决 这个朋友这句话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一块帮他思考一下 人们很 每个人都会因为外界的评价 而有所反馈 因为我们因为就叫它feedback 对不对 就是别人给你的这个feedback 就是你我们调整自己的这个参考标准之一 可以说是很大的标准 对吧 如果别人给你标准 就是说给人家给你的反馈 所以就是你应该跟人家外向一点 但你其实并不想多外向 那么我觉得还是要 像我说那一点 就是细话 人家说的更大 人家给你提出这个要求 但这个要求不具体 那你应该问别人 你指的外向是什么 怎么样 我应该更怎么样外向 是应该说话说的更多呢 还是说肢体语言上应该显得更开放 还是说别的什么东西 问明白 什么样叫更加外向 那么然后你再问问自己 你说其实心里并不想多么外向 那么你是指哪一个地方也不愿意 他们说的外向可能是说 你应该多说多少话 或者社交时间 多长时间 那也许你表示说 我就是不想花那么长时间去社交 这很正常 对吧 但是咱们就搞明白 到底人家想要你做的是什么 以及你自觉去做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可能决定 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尊重我自己的感受 我担忧的就是说 回头别人家说的外向和你心里想的外向 俩都不是一回事 咱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 个人的心理距离感觉不一样 这个反正人也不知道 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朋友这个例子非常好 特别希望你就是按照这个DESO的方式来练习 你咱们的回到那一页 我感觉可能和这个就挺像的 这位朋友你可以这样考虑 刚刚工作人员说要先读一下问题 那我在这读一下问题 我以为大家能看着这个视频回答呢 对方老和我说他不爱我 要分手 实际上是不满 并不是真心想分 要想提要求 没提出 我感到很难受 不受重视 你有什么原因可以续起说出来 续有什么对我不满的 直接说出你的要求 这样我们就不会跑起到分手上 最终会炸毛 然后彼此都互相撕裂 甚至可能恶性循环 这我感觉 我们这个实力解析的第一条 就挺适合你的 就是说当你 你就按照咱们那个意思 某某某 当你跟我说要分手 说我说我不爱你的时候 这个就是describe 对吧 我觉得很难受 不受到尊重 就是express emotions 对吧 表达自己的情绪 然后你说 因为我其实是非常爱你的 但是 如果我做的什么 这个你可以specify 提出这个具体要求 如果我做的什么地方 请你直接说出你的要求 这样我们就不会跑题 这个就是一个outcome 还有一个outcome 就是说这样我们就不会 就是弄得不欢而散 或者这个你随便怎么表达 这个就是和我们这个实力解析 一条一模一样了 这个图斯奇朋友的这个 问题比较长 就就不方便念出来了 但总体来说 他这个最后的提问是说 不敢拒绝别人 觉得拒绝别人了以后 别人也拒绝我怎么办 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想法 但是这有一条 就是别人拒绝你 就是别人给你提出的要求 是不是你真心想做的 是不是合理合适的 如果是的话 你自然是应该答应 但是如果你觉得 别人给你提出的要求 是不合理是过分的 那么你拒绝别人 哪怕别人以后就也不帮助你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千万不要默认 觉得你不拒绝别人 你帮助别人 或者说你请别人帮忙的时候 人家就不会拒绝你了 有这么一类人 他拒绝 他求别人的时候 没问题 但是他给别人提出 各种不合理的要求 他毫无疑问 可以做到 但是你要请他帮个小忙 他就是举手之劳 都不给你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咋弄了 他完全不符合你的 这种默认的难得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 当别人的这个 要求不合适 不合理的时候 该拒绝 咱就拒绝 另外一条 就是我们 不管是帮助别人也好 还是不帮助别人也好 都要 不能抱有这个期待 就是说我给别人提供帮助 别人也好 给我提供差不多的帮助 之前你还 这个朋友还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以前就是说话 特别讲究礼貌 一点讲不客气的话 都不敢说出去 哪怕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 也不敢把这个真心话 表达出去 现在开始由这个 自己心里这种纠结 变成了去勇敢的攻击他人 这是进步吗 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用到攻击他人 那可能从你的字 因为我并不知道你具体说的是 你这个所谓的攻击指的是什么 但当你用攻击这个词的时候 我觉得你暗含的就是 我猜错啊 就是暗含的就是说 觉得自己这种改变不是特别好的 对吧 因为你用的是攻击他人 所以如果你要表达对别人的看法 能不能遵行咱今天说的这些原则 比如说对事不对人 具体客观 积极主动的语态 你能不能按照这种方式 来去跟别人反馈 而不是攻击他人 因为攻击他人是一个 非常personal的东西 对 咱们能不能 如果你要真的是 就是尤其是你给出 批评性意见 就按照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原则 给出这种表扬也好 批评性的意见也好 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是 在工作中如果被否定 就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能力 该如何去调节 那么就很简单的问你 如果你对自己的能力的判断 到底是什么东西去决定的 如果你对自己工作能力的认知 那就像以前小的时候 听过的那个童话吧 有的人说孩子应该怎么样 孩子应该骑在驴上走 还是应该牵在驴里边走 还是应该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 而参照物不同 也会有导致不一样的结果 对吧 如果只要张三跟你说 你这个人做的不好 你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好 那万一李四说好了 那怎么呢 张三和李四的观念完全相左 你到底听谁了 所以我希望你就是说 能不能看到一个大局 有一个big picture的这种观点 而不是就只要因为人家几句话 就导致你否定自己的能力 都已经不否定 不仅仅于否定自己这个 这个工作的这个结果 而是否定自己 作为一个人的能力 这是一个比较可怕的跳跃 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 是非常不健康的 因为你这种对自我认知 就非常的 你的自我认知是非常脆弱的 只要人家几句话 就能伤害到你自己 对自己的认知 那你想想看 别人对你的力量 得有多大呀 这个朋友说是老师用挂科 来威胁学生 然后导致这个 他对老师反感 反而更不想学习了 这和不安全感有关系 我觉得可能 这一点本身来说 没有太明显的关系 更多的就是 被别人威胁了 那种逆反性的心理 今天我们之前说到这一条 这个 我看看是在哪一页啊 在这个DESO这个方式 就在这一页上 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讲到这个老师挂科 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DESO 这个讲义 现在放的这一页啊 这个outcome outcome 其中最后一条 就是惩罚 那么你们老师用的 就把他听上去 就是这个惩罚 如果你不在哪地 我就会给你挂科 对吧 所以这种会导致 逆反心理 这也是我刚才说的 尽可能要避免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一旦用这种方式 来跟人家交流的时候 人家就觉得 你是在威胁他 就会导致这种 像你这种逆反的感受 非常正常 但是咱们不能控制 你们老师应该怎么去 怎么跟学生交流 咱们只能控制自己 对不对 当老师用挂科 来威胁你的时候 你觉得很反感 不想学习 但是你要明白 你学习并不是为了老师 或者说挂还是不挂什么的 这个你说 你是为了自己的分数 自己的前途在学习 而不是为了跟老师抵抗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威胁 我还就不学了 那最终受害的 仍然是你自己啊 因为老师挂不挂 你对他来说损失不大 那就是大笔一挥的事 主要对于你来说 可能会有比较惨烈的结果 我这么猜测 如果是这样吧 那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老师是老师 我是我 尽管他的这种表达方式 我很不喜欢 我觉得也是不合适的 但是我做我自己 对于我自己来说 真正有价值 有益的事情 这边有一个朋友说是非常的完美 自己有一点事情没做好 或者事情出现在自己计划之外 反应就会非常的大 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做一些多余的事情 通常过一会儿就后悔了 这种情况如何预防呢 完美主义要做的很多上的调整 是这个认知方面的 上一节课的这个老师 他讲的就是从认知的角度来 面对不完全改 所以建议你从他那个课里边 多参考一下 怎么样改变自己的 不这个完美主义问题 第二个你说的就是 你的这个反应会非常大 反应过激是不是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就像我们今天提到过的 能不能先让自己暂停一下 就好像这个情绪 就好像视频在放放放 你能不能按一下暂停键 让这个情绪先停一下 杀个车 然后想办法先放松下来 如果放松不下来 今天就不要再去跟别人交流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明天再来 或者什么时候情绪平静的 差不多了 再来去跟人家交流 以防自己说出 会让自己后悔的话 这边有一个朋友给出的问题是说 每次闹不愉快和恋人都无法很好的沟通 对方咄咄逼人 而自己没有办法说出和表达出自己所思所想 有很多顾虑 第二天恋人想和恋人处理不愉快的时候 对方又不想谈了 两个人一直没有办法建立好良好的沟通模式 该怎么办 建议你挑选一个合适的场景 比如说两人煮光晚餐 然后你之前就跟他说一下 我希望咱能就是一个大家都温馨放松的环境 所以我们希望一块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用这个DESO的这个表达方式 我现在这个讲义的这个页面就停在这 你先描述一下 客观的描述一下自己的情况 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是这么多样的一个沟通方式 然后表达自己的情绪 当我当你怎么怎么说的时候 比如你不要用咄咄逼人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过于情绪化 用客观事实描述的态度来说 当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的感受 然后再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 我希望你怎么怎么地 如果然后最后一个outcome 如果你怎么怎么地了 可以帮助我们的关系更加和谐等等 或者说我们的沟通更加有效 请你用这个 用这个场景啊 就根据这个场景 按照这个DESO的方法 写一个简单的这个 小的脚本 然后可以去试着和对方沟通一下 这个问题好像和不安全感没啥关系啊 这边有个朋友问说 那个接触过几个心理咨询师 发现他们的共性是态度有些冷淡 不太亲和 请问这是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特点吗 反正就 我不知道心理咨询师怎么样的 而且我也不是在中国受的训练啊 但反正我平时就是这样的 我感觉我很亲和的 应该不是职业特点 因为我的朋友都不是这样 那个 这边有一个朋友 其实的问题非常好啊 他说 我今天提出了一个 这个类似就是 假装自己是做着做着就可能变真了 是fake it till make it 这个attitude 在行为上有自信 但是这个和之前别的老师说的有矛盾 似乎有些欺骗自己 反而容易被反噬 所以今天对这点很混合啊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所谓的fake it till make it 并不是说 假装自己怎么怎么的 不是那种假装 而是说 知道了 给自己定立一个行为的目标 比如说 我要用DESO的方法 去跟别人去沟通一个很复杂的 情侣之间的问题 或者领导之间的问题等等 那么我先做出来 尽管我没有自信 尽管我没有安全感 我心里觉得特紧张 面对伴侣的时候 或者面对老板的时候 我特别紧张 我心里特别想退缩 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仍然努力去 假装自己是有自信的 假装自己是有些安全感的 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所以是行为上 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 并不是一种认知上的感受 而是说 这个所谓的fake it till make it 是说 假装自己有这个能力 把有能力 这个有安全感的人做的事情 先给他做到了 自然你就慢慢的 心里上就会变得有安全感了 不知道这个问题 解答清楚了没有 那问题的问题是说 对于无法容忍的事情的表达底线 是不是也可以用DESO的方式 我认为这个是特别适合用DESO的方式 我认为这个疑者是特别适合的 我认为这个发生的方式 不过没有 有点心的时间 对于习近平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有点心的事情 好的 那个 sunt心的 那个 这个最后我们从后往下 因为现在已经十点多钟了 咱们这个今天的要结束了 这个朋友回答的问题是说 老师感觉内心不够强大 脚装不出来就没救了吗 仍然回到咱们今天的原则 这个特点是什么 你想做到内心强大的人 已经在做的哪一点 然后你去按照这个练习 至于有就没就 那就是说能不能做到 一条一条来嘛 就像咱们今天那个 知其语言对吧 那个知其语言不是有好多条吗 那你比如说想要盖住 其中的好多条 那也是要万事开通难 先从第一条做起 先定义啊 先定义定性定量 然后定一个小目标 先做出来 因为我一贯比较强调的就是 非常咱们人很要改变自己的思想 对吧 因为人有别于动物的很大差别之一 就是人的想 但是如果只是空想 不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这个想意义就不太大了 所以认知是为了更好的 这个行为上的变化 而行为上的变化 才能更好的促之 促进这个认知的改变 这就是行为和认知的关系 这个朋友最后一个问题啊 说亲密关系里 如果对方明显表示看不起你 还要继续再沟通吗 这个这个问题我可能不太好回答 因为你并没有跟我说 什么叫什么叫看不起你 看不起你是人家事实上的做了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到底做了些哪些东西 让你觉得他看不起你 你希望你这是你的判断 还是说是一个事实 然后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你有没有把它再细化 看不起你哪部分 然后细化了以后 你希望他们怎么改变 今天咱们这个DESO这一页 仍然看着他 你具体想要跟人家 你说如果你要继续跟人家沟通的话 就是你要跟他讲什么东西 你就需要他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你事先准备好这个DESO的这个脚本 这个朋友是最后这个点评一下啊 又说任有了认知 然后行为做出改变 这才是本节课最重要的吧 这个东西谁先谁后 真的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 有的时候是认知的改变 促使了行为的改变 这是比较常见的情况 但有些情况下 是行为的改变 才促进了认知的改变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你上人家营销的档 瞎忽悠买了个东西 其实吧不太合适 但是已经钱都已经花掉了 东西一既寄到手了 已经拿到手了 然后这个东西会可以这样用吗 这个东西也有价值吗 所以我买这个东西不是很亏吗 所以已经买掉了这个东西以后 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以后 再去给自己找理由 这就是行为导致认知的变化 非常常见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个时间 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今天由于这个网络 这个听课带来了非常不好的体验 我非常抱歉 可能是我有点矫枉过正了 我本来想把这个网络移到一个稍微安静点的地方 但没想到这是安静的地方 可能网络更加的差一点 行 那么今天就到此结束 大家晚安 那就八点钟见 好的 我们开始上课了 好的 大家晚上好 我是刘亮 那今天呢 是我们这个安全感系列课的第一堂课 那总的来说呢 我们这个安全感系列课 会先帮大家处理一下我们的不安全感的表现 还有我们的不安全感和哪些因素有关 然后接着呢 会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大家提供一些培养和寻找我们安全感的建议 有的同学可能已经听出来了 对是我 我又出现了 我就流量 今天第一堂课呢 就是童年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童年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的家庭 对我们的安全感 是怎么样的产生影响的 所以说呢 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今天我们会重点讲一讲 依恋这个话题 所以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 包括安全感的缺失 缺失 长远的经历 以及我们在幼年的时候和父亲母亲 以及储备的关系 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安全感 然后我们会重点讲 在我们安全感的形成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同时也 不好意思 同时也是 以后培养我们安全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们说的心智化和标记化静影 那希望通过今天这堂课呢 大家可以能够从我们早年家庭关系 和依恋关系的角度 了解一些 影响我们不安全感的可能的因素 和不安全感的表现 所以今天这堂课听完了 大家只要老子里边 大概清楚 依恋这个词是什么概念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再自我介绍一下 就在这边的有的同学 可能已经对我不陌生了 我是刘亮 我自己是学医出身的 我是临床医生 是精神科医生 就是大家平时俗称的精神病医生 那么平时的工作呢 有一部分是在医院里 做临床心理的门诊 我可以开药 比如说像大家知道 私下比较熟悉的抑郁症啊 焦虑症就是我们管的范畴 我同时还做心理治疗 我不是台湾人 我是正儿八经的大陆人 我是正儿八经的死传人 所以不过可能因为是口音的原因吧 经常别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讲 既然是讲安全感 那么我们可能就首先要来看一下 我们平时最挂在嘴巴的嘴边的安全感 它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和范畴 啊 那这边呢 是Lancy Williams 他提到的 对对于安全感的一个定义啊 那还有这个定义里边呢 当然也涉及到 他所认为的影响安全感的一个因素 啊 我相信在座的同学 你们对于安全感的理解 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会认为 那对我来说安全感 只要指的是 主要指的是我在和我的亲密伴侣 比如说我的男朋友 女朋友 我的老公老婆 或者说我的同性伴侣 相处的时候 我是不是足够的对我们的关系 充满信任感 啊 就比如说 有的同学同学可能会说 当我去发消息给他 得不到他的及时的回应的话 我就会动想细想 我觉得这个是我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啊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呃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老是会想 他是不是足够的爱我 啊 那我就会怀疑 呃 我这个是不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那有的同学呢 可能会认为说 安全感的表现还不只是局限在亲密关系当中 还会扩展到我和朋友同事的关系当中 比如说 曾经就有很多来访者 跟来我这边咨询会问我说 我在和别人合作的时候 我总是不放心 把任务交给别人去做 我总是觉得很多的工作必须要我自己亲密行为 我才放心 那我这样算不算缺乏安全感 啊 啊 那结合所有的这些反馈了 我想说的是 安全感 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模糊和复杂的概念 而且呢 它是一个范围比较 呃 广的一个概念 啊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从安全感的形成的童年因素来讲的话 安全感 它既包括了 你在亲密关系当中 在和亲密伴侣相处的时候 你是不是足够的觉得 他是爱你的 你是不是足够的能够相信他 你是不是足够的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你是不是足够的信任这段关系 啊 当然我这里说的信任 不是指那种所谓的很傻很天真的盲目的信任 就是你在对你和那个人的关系 你们为什么在一起 什么在维持你们的关系 以及你们未来 什么可以维持你们的关系 这些因素做了比较 呃 怎么说了 理智和全面的评估以后 你相信你们的关系能 维持 你相信你们的关系是值得信赖的 啊 他不只包括了对亲密关系的这种信任 他还同时包括了你在和 朋友和同事相处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是在充分的客观评出的评估的前提下 你信任你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或者说合作伙伴的或者说工作的关系 啊 我个人觉得安全感的范畴是包括所有的这些人和人之间关系 换句话说简单一点 一个个体他是不是觉得在比较客观的评估之后 他依然从情感上相信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值得信任的 啊 这是我觉得安全感的一个定义 所以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定义就是安全感 是是对人际关系的啊 对处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自己和他人的状态的一种信任 啊 你相不相信这个人他不会离开你 你相不相信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是能够去维持这段关系的 这都在安全感的范畴里面啊 当然不同的同学了 可能你关注的那个安全感的那个重点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里我要澄清一下啊 那在所有的安全感形成的因素里面呢 Nancy他就Nancy他就提出啊 没有什么其他因素是比早年的依恋关系 受伤的比重更大的 那提到这里呢 有的同学可能就会问了 那什么是依恋了啊 大家先不要急 我们先我们晚点再来讲什么是依恋啊 我们还是先慢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安全感 就是一般大众意义上啊 就是大众啊 或者说普遍的我们会觉得安全感和哪些因素有关 那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些词啊 比如说拼爹啊拼妈这样的一些一些词 那我们为什么在讲安全感的时候要讲到这些词了 那因为确实一个个体他要成长 他要能够健康的顺利的长大 他需要几方面的因素 啊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安全性啊 物质方面足够的一些物质养育的一些物资 第二个呢 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养育环境 说的简单点 你要能够比较安心的长大 你起码要有一个住的地方吧 啊 你还得有东西吃吧 你还得还穿 你还得穿的暖吧 对吧 那最近就到要到冬天了 你如果饭的吃不饱 你衣服的穿不暖 你还起什么安全感了 啊 当然了 所以说在物质方面 所以就有人提出啊 所谓的拼妈了 拼的就是个体的 所谓拼爹了 就是拼的个体的现实物质和人际资源 那确实 我实事求是的讲 不管是从临床经验 还是说 怎么说了 还是从那个研究证据来讲 一般一个个体 他所处的家庭的经济条件比较好 居住条件比较优越的话 这种个体 他长大以后 他的安全感和得抑郁症的概率 比那些 比另外一些 就是说从小家庭是物质条件比较 可能比较拮据 比较紧张的个体来说 是确实是要普遍要高一些的 所以这个是确确实实的 流调的证据 就我们以前有个误区会认为 好像有钱人反而缺乏安全感 但实际情况是 有钱人物质条件比较好的人 他们这种生活条件比较好 安全感普遍也比那些 就现实生活条件比较 比较一般的家庭要来到好 所以说那句话怎么讲呢 就是这样 所以说有的同学可能会有听到这里 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因为我曾经就听过一个 经常听到这样的词叫什么 金钱焦虑 就以前就有一个案例 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他觉得金钱就是把贫困 就是把无形的杀猪刀 他就说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他拼爹拼不过别人 所以说成长过程当中呢 他就只能靠自己 所以他凡是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氛围当中 在那个家庭氛围当中 每个家庭成员每天都为了 什么都为了生存 在拼尽全力去赚钱去打工 所以说他在那样的环境长大 就他长大以后就养成了一个 什么样的习惯了 他不能够闲下来 他一闲下来 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就莫名其妙的觉得焦虑 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焦虑 他反正就觉得 我休息不能超过三天 只要我休息超过三天 我就觉得浑身紧张 浑身不自在 我就觉得磨皮擦痒的 但是你让我回去工作了 我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后来他就一想 他就说他从小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在那个家庭里面 每个成员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要怎么生存下来 所以说虽然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魔都站住脚跟了 物质条也有房有车了 而且也是两套房两辆车了 但他就是觉得不安定 他就是觉得我要拼命努力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现在大家可能看到社会上 现在有很多特别是陆家嘴什么的精灵白灵 就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职业浩劫综合症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职业浩劫综合症的人 他们对于安全感 现实生活的焦虑感 有一部分 往往就是跟 就是说成长的环境 家庭当中的物质的短缺有关 所以有的同学就说了 人钱人身赢家 人后也有心酸 这句话就是很现实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安全感和抑郁 和物质条件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物质条件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的夸大 为物质条件优越而论 所以说那物质条件除外了 那还有什么在影响我们的安全感了 那就是除了物质条件以外 我们的原生家庭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 能够带给我们 我们能从我们的原生家庭 从我们的养育者的照料当中 我们在情感层面 我们得到的安全感 所以说安全感它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物质条件 现实生活层面的安全感 一个是情感层面的安全感 那我们如果打个比方的话 这个情感层面得到的安全感 就是我们所谓的拼妈的安全感 也就是说怎么说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依恋这个主题 好那什么是依恋呢 那刚才我们讲了物质条件 带给你的安全感 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同意这样一句话 并不是让你吃得好 穿得好 睡得好 住得好 你就能长成一个具有足够安全感的人 这一点大家应该同意吧 就换句话说 并不是有奶便是粮 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确实也见也有大量这样的朋友 他的物质条件很好 但是他在成年以后 依然容易对亲密关系 对人际关系充满不确定感 他不确定 人际关系是不是足够稳定的 自己是不是可以确定的投身到 全心的投入在人际关系当中 他也不确定 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对方 是不是值得信任的 他也不确定 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自己 是不是值得拥有这样的人际关系的 所以说这样的个体 他们在经营一段亲密关系 或者人际关系的时候 特别容易出现焦虑感 当他们意识到 他也不确定